是啊,因為這個要手持的 上一次搬的時候,2016年那次 就是不小心的,你會見到這個位置是斷了的 就是一學晚來的,這個是我的珍藏來的 這個是我在美國三環市讀書期間 開始在1989年之後參與海外的民主運動 也有參與其中建造了當時第一座 到現在也是唯一座在全國北美洲 永久地擺放的民主禮神像的計劃裏面 用來做籌款的 那個雕塑家叫Tom Marsh 他親自駐造的 所以他就送了一個給我做榴槤的 我很珍藏 每一年其實立法會裏面去辯論了四五年 議案我都帶著這個擺我的桌子 這個我會覺得也是我從政的初衷 我就覺得一路我議會工作 就沒有離開我議會初心 這一屆好,其實上一屆也好 那時候我就說得很清楚 如果有23條的立法 我就會盡我所能透過議會的抗爭 拉布的手段去阻止惡法 而在今年年初 沒有人遇上到 在2018年311的補選之後 回來 少於一年就有這個 比23條更加嚴重的惡法 這個送中條例 我是很慶幸有參與到 在議會裏面延長的抗爭 去走到最前線做議會裏面的 衝中指 在議會外面可以帶來 巨大的一個民意的支持 令到政府先暫緩 及後撤回這個客觀結果 所以那次是很難忘的 就是民主派你說 為什麼議會裏面很多時 採取議會抗爭 是去嘗試反對或制止惡法 因為在行政主導 或者叫做基本法裏面 造成了行政霸道的情況之下 那個立法的主導權 從來都沒有落在這個立法機關立法會裏面的 我們的議員議案也是受到 基本法裏面很強大的制爪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透過行使否決權 去逼使政府 第一就撤回 或者收回一些惡法 一些惡劣的撥款項目工程 但另一方面 就去透過行使否決權 是去迫使政府去修訂 有些民主派都認同的公共政策 例如這個 不是很巨大意義的 這個垃圾案量徵費 其實作為環保政策的一部分 現在很明顯就是被建制派拉布拉跨了 這些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另外一個當然也很有爭議 就是這個國歌法 國歌法還在這個抗爭當中 為什麼繼續在內會那裏去打仗 讓內會主席不能夠隨便地去選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想阻止這個國歌法 在內會那裏再提上大會那裏去進行三讀 那裏還是進行當中的 我希望在這一屆 令到這個法案 我們說叫Lap組 讓他在2020年10月1日再回來的時候 要重新再來過